在患难中感受到上帝的同在 这个叫做真正的平安 为什么要在患难中感受到上帝的平安呢 为什么在患难里面才能够容易体会到上帝的平安 我们想想看星星的亮度在白日比较容易感受出来 星星的亮度在日头的时候比较容易感受出来 还是晚上黑暗的时候星星的亮度比较容易感受出来 我们发现就是越黑暗的环境里面 上帝的光就越亮 我们发现了上帝的光呢 越黑暗的环境就越光 这就是为什么平安在越黑暗的环境里面 我们越容易体会到上帝的同在 可能平常上帝爱我们的时候 我们都不是那么注意到 但是在患难里面我们比较容易注意 我们感受到上帝的同在 平时的时候不容易 因为太顺利了 我们都没有缺乏的时候 我们比较容易感受到 但是当我们地震发生的时候 好像台南地震发生的时候 有很多的救难队伍 很多的救难队伍 到了台南救灾 他们日夜不分时间都节力地去救灾 日夜接力不分时间地去接力救灾 这样的爱其实不是因为你跟他认识 这个爱不是因为你同一些灾文形式 你就可以救他 乃是因为一个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无条件的一个付出 那今天牧师就是用这三个祝福给我们的家妈妈 根本牧师就是用这三个祝福给光妈妈 用光妈妈可以得到上帝的安慰 得到上帝的安慰 还有得到上帝的祝福 让这个上帝的祝福呢 每一天可以领到我们的家人里面 我们来做个祷告好吗?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愿我们在这个森林的期间 看到上帝外光妈妈 感谢天父 在这个新年的期间里面 你让我们看到你爱江妈妈 从这个过年当中 你给我们好的天气 你给我们的阳光普照 从这个过年当中 你给我们好的天气 有温暖的阳光 天父上帝 我们为光妈妈 来到有健康感恩 天父上帝 我们为江妈妈 还有他女儿 江姐妹 来先生感谢 因为有健康 我们祈求天父 我们祈求天父 让光妈妈 光姐妹 有平安和喜乐 面对每一天的开启 我们祈求天父 给他们恩典 每一天开始的时候 有平安和喜乐 迎接新的一天 我们盼望 光姐姐妹 光妈妈 更加的母女怜心 同性赞美上帝 我们更期盼 江姐妹 江妈妈 母女怜心 更同性合一的赞美上帝 让天父得着荣耀 愿天父得着荣耀 我们今天的感恩祈祷 靠耶稣基督的名 可以靠 我们这样感谢的祈祷 是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